这次我们讲解的是如何使用BAT工具生成曲线以及配置对应的动画通知。 这里最主要的是脚步位置、脚步权重、用于姿势查询的脚步姿势预估值。 还有一些运动曲线和脚步锁定曲线。 我们可以看到每个卫一动画都带有相对应的曲线数据。 我们还将讲解如何批量生成脚步动画通知以及特定的动画通知状态实例。 首先我们找到一个干净的移动动画资产。 然后我们打开BAT工具,选中对应的模板类和动画资产。 点击采样运动曲线,生成对应的曲线数据。 这些数据将在特定情况下用于模拟跟谷歌运动。 点击脚步位置工具,生成对应的脚步位置曲线。 可以看到输出的曲线非常精确。 通过该曲线可以让我们知道当前动画姿势是迈出了左脚还是右脚。 选中姿势查询工具。 点击生成脚步姿势预估值。 我们将用该曲线数据进行多姿势匹配。 选择脚步权重工具。 生成对应的脚步权重曲线。 这里,我们需要找到两个停步动画资产进行采样。 左脚停步,以及右脚停步。 选择移动动画。 点击生成。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了对应的脚步权重曲线了。 这可辅助移动动画完美衔接停步动画。 如果当前权重不唯一,说明我们没有合适的停步动画去衔接当前的移动姿势。 当前姿势跳转可能会导致姿势跳针。 如果我们没有这两个停步动画,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方法去生成权重曲线。 将比较姿势的参数都配置为相同的移动动画资产。 找到对应的左脚姿势和右脚姿势。 将这两个姿势的时间配置至采样姿势帧数组。 然后,我们删除原先烘焙好的曲线。 点击生成按钮。 重新进行采样数据。 这种方法也是可以生成一个脚步权重曲线的。 该方法适用于没有停步动画或者停步动画与移动动画姿势差异较大的情况。 我们再来讲解如何使用Vet工具批量生成脚步动画通知。 打开Vet工具。 选中通知工具的子工具。 生成脚步动画通知。 我们在这里输入一个自定义的通知轨道名字。 可以看到这里面并没有显示我们自定义的一个脚步动画通知。 首先,打开我们自定义的脚步通知。 点击类设置按钮。 然后,再点击负类选项。 把它的负类修改为BetAnum Notify Instance。 然后,点击编译。 然后再次选择。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显示了我们自定义的脚步通知了。 展开选项。 这里,我们可以配置自定义数据。 我们还可以配置更多的数据。 比如是左脚还是右脚。 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出现了我们刚新增的变量。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里的触发权重触发数值改为0.5。 避免多个动画混合时出现叠音的情况。 省住我们要采样的动画资产。 点击应用。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生成了对应的脚步动画通知了。 这里生成的结果非常精确。 如果我们发现有一定的误差,我们还可以修改采样的参数。 或者也可以对采样数据进行一个时间偏移。 输入一个新的轨道名字。 然后输入需要偏移的时间。 这里复值是向左偏移。 正值是向右偏移。 还包括动画帧和动画时间两种偏移模式。 具体我们可以查看Vite的教程。 点击应用后可以看到这里。 已经整体偏移了对应的时间。 然后,我们还需要给所有带旋转的动画配置一个平滑转身的动画通知状态。 该版本为了给初学者。 动画师学习,所以没有使用C++修改移动组件。 这是一种替代方案。 VR版本将器用该方案准为C++。 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用Back工具批量配置这些动画通知状态。 选择通知工具的添加通知子工具。 选中我们需要采样的动画资产。 清理我们刚配置的数据。 输入新的轨道名字。 添加指定的动画通知状态类。 我们这里,把这里的Y值设为大于当前该动画长度可以是无限大。 这样的话,它会填充整个动画片段。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全部生成了对应的通知状态实例了。 我们可以尝试修改Y值,来填充不同长度的动画通知状态实例。 可以看到这里,只生成了长度为0.5秒的动画通知状态实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